前文在族的書頁上一回 話說那位回人侍者進來見到陳家樂 說他是貴族大臣 就恭恭敬敬地走禮 陳家樂說 貴士這麼遠來到辛苦了 請問尊姓大名 侍者說 下士海別兄 不知官人是怎樣稱呼呢 陳家樂微微笑都未回答 徐天宏就插嘴說 這位是浙江水綠提督李軍門 陳家樂和大家聽了都惡言 不知他這樣說是甚麼容易 陳家樂說 穆卓倫穆老英雄好嘛 海別兄說 多謝軍門相問我們族長好 陳家樂說 有件事請問貴士 玉瓶上面畫那個美人是甚麼人呢 是古人還是金人啊 還是畫師自己想出來的呢 這個美人是弊族最出名的畫師師英畫的 這對玉瓶本來是目露英雄的三小姐哈斯麗的 說那個美人就是她本人的相啊 周爾說 啊 那她就是霍青銅姑娘的妹妹了 哦 那這位姑娘懂得翠雨黃衫的嗎 跟她有個一面之緣呢 陳家樂想問問霍青銅的近況 她的臉皮紅了紅 正說想開口 忽然間馬善軍在外面匆匆忙忙地走進來 低聲說 李可秀帶著三千官兵過來這邊 怕是來對付我們的 陳家樂掩握頭對海別卿說 貴士請回去休息 以後我們再談 海別卿捉了個工 她問請問郡門 你對玉瓶怎樣處置啊 陳家樂說 寧有安排 跟著孟建雄就帶海別卿走了 陳家樂說 各位哥哥 我們只有退出杭州先 現在我們還未救到四哥 這樣跟清兵硬打是沒有好處的 樂兵很生氣啊 他說 總陀主 我們不如殺李可秀的妾士先 你准不准 陳家樂問 什麼 她的妾士 是啊 我們在提督府 續著那個妖妖艷艷的女人 就是李可秀的妾士 她本來又哭又吵的 給我幾巴就打到她乖了 哭都不敢哭了 眾偉英雄知道她想念丈夫 心頭煩躁 所以把那個女人出氣 都不禁微微笑 徐天宏說 總陀主 你寫封信給李可秀好不好 陳家樂會議了 他就說 好極了 拿起筆來寫了封信 信是這樣寫的 李軍門分鑑 金神遊虎 海後令寵 知為軍門所愛 故特邀架 僅此奉聞 紅花會會主 陳家樂拜上 寫好信 陳家樂說 九哥 拜託你送給李可秀吧 八哥 拜託你跟著九哥後面接應 楊誠協為春華接了命令就去 陳家樂說 李可秀如果寵愛他這個妾士 或者不至於輕舉妄動 但如果有皇帝的命令 他就算心有顧忌 也不得不遵旨而行 七哥 你看怎麼做好呢 徐天宏說 我們本來想劫了玉瓶 就跟皇帝討價還價 誰知這道玉瓶這麼珍貴這麼漂亮 估計皇帝見了一定愛不釋手 那他答應跟回報講和也大有可能 我們拿了玉瓶 起碼誤了木魯英雄的大使 如果因為這樣 而搞到整天這麼打仗 生靈塗炭死這麼多人也是不妥的 陳家樂揍著眉頭說 這樣說是對的 不過我們辛辛苦苦得回來的玉瓶 難道就這樣送回去給他 徐天宏說 我想到這個辦法了 總陀主你看這樣行不行 於是就把計謀說了出來 周爾立刻就反對了 他說 哎呀這麼不光明正大的我不喜歡 周仲英說 聽總陀主吩咐 女孩子之家不要多嘴 周爾不出聲 陳家樂想了一陣就說 又要不影響回報和清兵講和 又要搭救四哥 七哥 你這條計策兩者兼顧非常之好 七哥 你要跟那位使者說 那 徐天宏就去見海別兄 說帶他去見皇上 孟建雄就捧著皮盒 跟著去盒裡的玉瓶已經拿起了一個 貼上封條上去 海別兄完全不知道 三個人來到巡撫官帝門口 孟建雄把皮盒交給其他使者 指指這間屋子說 你自己去吧 那兩個人就回去沽山馬家 半老遇見陽城協動為春華 說李可秀接了信之後又怕又生氣 收兵翻扯了 就是這樣 到了新派事分 即是現在說的是下午三點至五點這個時間 門房拿著一張帖進來 說有個武官來拜會總陀主 帖上面寫的是 後學曾徒南遁守 馬善君笑了 他說 七當家 看來你的計策九成得法了 這個曾參將是李可秀的親信 陳家樂說 九哥 麻煩你去見一下他 那衛春華就出去客廳 見到有個身材灰顏的武官坐在樹 滿面都被滾油陸親的坡 認得今天在提督府曾經跟他打過 衛春華說 曾將軍要見閉當家 不知有何見教呢 曾徒南說 我奉了李軍門差遣 想見貴會陳總陀主商量一件緊要的事 閉當家現在沒有空 曾將軍跟我說話是一樣的 曾徒南的心想 哼,我是個朝廷命官 來見你們這些江湖草莽已經是屈尊了 居然他還擺架子不見了 他不敢心頭火起 但既然是有求而來 只有勉強捏著頸子 他說,軍門剛才收到陳總陀主的信 知道他的余夫人在貴會這裏 希望陳總陀主放他回去 軍門自然會有一番心意 這件事好話為 我想我們陳當家沒有說不答應 還有第二件 就是關於回報送來那對玉瓶 嗯 回報派人送了一對玉瓶來求和 皇上打開了皮盒 見少了一個,龍眼極之震怒 一問一個使者 使者說有一位青年軍官叫他去問過 那個人說自己是浙江水綠提督李可秀 皇上叫了李軍門去問 李軍門當然是莫名其妙 好在皇上姓名 知道李軍門決不會做這樣的事 其中必定有其他原因 所以對李軍門也沒有怪罪 這樣很極了 但是皇上說 這件事要交給李軍門去辦 限他三天之內 把身去的玉瓶找回來 這樣就很為難了 如果找不回來 都怕要隔職查辦 其實不做官藥很清閑 不過如果要滿門抄斬 就淒涼一點了 兄弟也不客氣了 兄弟今天特地來到懇求貴會 交回玉瓶出來 哦 玉瓶啊 我們沒有聽說過 不過李軍門既然遇到這樣的難題了 曾將軍你又親自光臨 那我們幫忙找一下也無不可的 過得一年半載 或者會有些頭緒都說不定的 曾圖南的武藝雖然不是很高 但是為人精明幹練好會辦事 他只要和這些江湖好漢打架到 愈爽快就愈有結果 於是他說 李軍門說 他對貴會陳總陀主慕名很久了 只是可惜一直沒有機會結識 今天 貌貌然是求兩件大事 無功不受六個心是好過我已不去 所以 陳總陀主有什麼意思 儘管吩咐不用客氣 曾將軍你十分爽快 再好不過了 我們陳總當家的意思呢 第一件 我們紅花會今天得罪了李軍門 要請他大量包涵既往不救 那理所當然了 兄弟可以拍心口擔保 軍門以後決不會因這件事和貴會為難的 那第二件呢 我們四當家文太來混在總督府 曾將軍你是知道的 嗯 他是陰反 李軍門就算有天大的膽 也不敢將他釋放 這層我們是明白的 不過陳總當家極之掛著他 今晚想見一見他的面 這樣啊 嗯 這件事十分重大 兄弟不敢作主 要回去問我軍門再來回覆 陳總陀主還有什麼吩咐呢 沒有了 講完 曾徒南就告辭回去 過了一個時辰又來求見 這次仍然是為春華接見 曾徒南說 軍門講 民四爺所犯的案是重大到極 本來就決不能夠被人探監的了 那倒是 不過陳總陀主既然答應交還玉平 軍門也唯有盤著人頭都不要 讓陳陀主去見一見 但是有兩件小事 要請陳總陀主答應才行 哪兩件事呢 請曾將軍講出來聽聽 第一 這件事是軍門為了結交朋友才寫命答應的 如果被人知道了就不得了 啊 李軍門要陳總當家答應這件事 決不能夠洩露一字半句是不是 沒錯 好 這件事我代我們當家答應 第二件 探監只能夠陳總陀主一個人去 哈哈哈哈 李軍門當然怕我們乘機劫牢 好 這件事我也答應 探監是陳總當家一個人去 知我沒有答應過說不劫牢 衛大哥是英雄好漢 錢金一落 兄弟馬上回去回報 今天請陳總陀主來提督府就是了 陳總當家和民四當家見面的時候 那個張照仲如果在場 這件事當然瞞著 這樣對李軍門 怕不是怎麼方便 衛大哥說得對 到其時 軍門借的議員請開他就是了 曾將軍 我們在江湖上撈碗飯吃 以道義為先 只要李軍門遵守今天約定的事情 他的余夫人和玉萍 我們負責送還 曾圖南站起來作了一話 兄弟在這裏多謝先 那眾英雄等曾圖南走了之後 馬上來到大廳等候陳家樂調兵遣將 搭救民太來 陳家樂說 七哥 還請你分派 徐天宏不出聲 過了陣他說 現在調開張照仲那個人 總陀主又可以入到裏面上機行事 劫勞當然容易得多 不過李可秀也必定會防止這一着 我們要估計到他會怎樣應付 然後對他來個出其不意義 陳家樂說 是 楊成歉說 我想他一定會調閘眾兵 包圍地盧出口 說不定還會請大內的高手士來協助 只是放總陀主一個人進去 也只是放總陀主一個人出來的 常客志說 我們要在提督府外面接應 怕龜蛋對總陀主不裂 徐天宏說 接應當然是要的 不過我想李可秀也不敢對總陀主怎樣 他的妾師和玉瓶都在我們手上 大家談了一會兒 都覺得目前的局面 已經比今天尚有利 一來已經知道地盧的地形和機關 二來陳家樂可以在地盧裏面履應外合 但是李可秀的防備 也一定比上五周到嚴密 只是靠硬攻未必成功 毛陳大聲地說 今天就決生死全網 你一口氣我怎麼都再忍不住了 陳家樂忽然說 又激勒七哥 我去見四哥的時候 穿寬寬大的披風 戴著頂風帽面爪 弄成不遠 被人看見真面目的 聽他這樣說 徐天宏已經知道他的意思了 他就說 這是得一人失一人 確不是好辦法 毛陳說 中陀主你說話 陳家樂說 我進了地盧之後 就和四哥換了裝束 等他出來 看守的人以為是我 你們在外面接應 一下就把四哥救出去了 毛陳說 那你呢 皇帝和我特別有緣 等他們發現已經換了人了 只不然會放我出來 衛春華說 中陀主這個法師確實是一條妙計 但是你是一會之主 決不能輕易冒險的 這件事等我去做 一時之間 眾英雄紛紛搶著說要自己去 陳家樂說 各位哥哥 不是我自稱江勇 實在是只有我才最適合 你們無論哪一位去 雖然把四哥救出來 但是自己就失陷在裡頭 我們是一樣的兄弟之情 不見四哥就比哪一位哥哥更為親近些 楊誠協說 總陀主去做這件事 總之是不妥了 陳家樂說 各位有所不知 皇帝曾經跟我激掌發誓 我們兩個決不會傷害對方 於是呢 陳家樂將昨晚在海堤邊 兩個人發誓的情形 告訴大家 徐天宏說 那個皇帝老坑陰險獨立 說話未必算數的 陳家樂堅持要這樣做 徐天宏說 既然是這樣 我們就來個兩泉之計 樂兵見到眾位兄弟都寧願以自己來換民太來出來 心真是又感激又難受 傻了地說不出話 周仲英站在旁邊 見到大家意氣心中 心都非常佩服 見樂兵神情有點不妥 我就走到他身邊說 文四太太 您放心 我們聽聽天宏怎麼說 徐天宏說 總陀主這條金蟬脫學之計確十分高明 不過呢 是稍為冒險了些 我看我們還是照做 不過等四個一救了出來 我們即時進攻地佬 接應總陀主出來 眾英雄都覺得要首領冒險 我心很不安 但實在也沒有其他妙範 唯有贊成了 樂兵走到陳家樂面前 走個禮 他說 總陀主你這一番情意 我們夫妻粉身碎筆 亦難以報答 講到這兒眼圈又紅了 陳家樂作了一環禮 他說 四嫂不要這樣說 我們兄弟情同骨肉 講什麼報答呢 於是趕快報紙妥當 陳家樂就戳著一件黑色披風 反了一條領 頂封帽帶到低低 和衛春華兩個直奔提督府 這時候已經是將近黃昏 天邊已經見到聲了 兩個人來到提督府外面 自然有人迎上來低聲說 是陳陀主 衛春華碰上頭 那個人說 麻煩跟我來 請留報 衛春華站定 看著陳家樂 跟著那個人進了提督府 在無色滄亡之中 烏鴉歸巢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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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總陀主這次進去是吉凶如何 沒多久 红花会众兄弟都已经乔庄改办 先先后后地来到 分散在提督府四周围 等时机一到就动手 话说陈家乐入到提督府 只见满府都是兵将 守执兵器严阵以待 一路经过三个院子 那个人将他带到一间商房里面 请他坐下 然后走出去 没多久 李可守来了 他拱手行礼说 行回行回 陈家乐解开披风 打出面笑着 前日胡上一回 想不到今天又再见面了 李可守说 现在就请去见那个犯人 拜托跟我来 两个人刚刚走到门口 只见一个亲随气急败坏地走到来 皇上嫁到 将军快出去接驾 李可守吃了惊 他跟陈家乐说 只请在这里稍微等一等 陈家乐看到他神情不似作艺 掌门口 盖上头就翻转头坐下 李可守步步赤七走出去 只见满衙门都是御前示威 潜龙皇帝 潜龙皇帝已经走到进来 李可守连忙跪下扣见 潜龙说 你预备一间密室 我要亲审闻太来 申 遵旦遵旨 李可守迎接 潜龙进去自己的书房 遇前示威在书房的前后左右 那间房间里面 布置得严严密密 连屋顶上面都有 示威守望 潜龙对白镇说 我有机密大事要问这个犯人 不准有人听见 是 白镇就退了出去 过了一阵间 四名示威抬着一副担架入来 文太来带着手靠脚鸟 躺在担架上面 放下担架 那些示威就退回出去 书房里面 就剩下文太来和乾隆两个人 一时间 正直无声 文太来这阵时 外伤虽然未能好回 不过神智极之清醒 他睡了算眉上眼 谁都不理 乾隆终于开口 他问 你身上的伤都好回来了 文太来睁眼一看 吃了惊 坐在一起 当日 他跟着老当家于曼廷入宫的时候 曾经跟乾隆见过一面 现在忽然间在杭州相遇 真是带出他意外 他哼了一声 冷冷淡淡地说 还不死 还不死 乾隆说 我要他们请你去北京 本来是有些事情跟你商量 谁知发生了 不会 我已经扎罚过他们了 你不必再介意了 文太来听他说 文太来听他说得这么冠冕堂皇 火起了 又哼了一声 又哼了一声 哈哈哈哈 那你也未免太过多疑了 你那个姓鱼的首领 后来跟我谈那些说话 有没有说给你听 什么说话 乾隆瞩大双眼望着文太来 文太来也瞩大双眼望着乾隆 毫不退避 过了阵 乾隆另一面 他低声说 就关于我身世之事 文太来的心想 自己既然落入他手 总是有死无生 不过红花会大队人马 已经到了杭州 如果能够拖延一些时候 他们就可以切发劫楼 搭救自己 于是他说 他没有说 你是皇帝 是前朝皇帝和皇太后的儿子 你的身世 谁不知道 有什么好说的呢 乾隆听他这么说 哼了一口气 各位 肉之后事如何 轻听下回分解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